80岁老头在高速上偷偷解开了老伴的安全带 随即将油门踩到底 车就像脱缰的野马一路狂飙 这时老头闭上了双眼 紧紧握着老伴的手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会让相伴45年的老夫老妻选择这种方式离开人世 在几个月前 老伴在陪孙女荡鞦韆时 突然一阵头晕目眩 下一秒 他竟然抛下了孙女 一愣一愣地往外走 孙女意识到情况不对 赶紧追上前去喊住他 老奶奶这才恍然回过神来 这种情况已经是近期出现的第二次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可能出现了问题 到了第二天 他便独自一个人去到医院检查 可从医院回来后 老奶奶变得忧心忡忡 显然出来的结果不太乐观 他找到了儿子 并没有说出自己生病的事情 而是提出了想要一家人出去旅行的想法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可儿子却说在等等 等他以后找到了工作 赚到了钱 就带他出去坐大邮轮 这句话老奶奶已经听了大半辈子了 儿子是个不折不扣的啃老族 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好好上过班 等他以后赚到钱显然是不太可能了 于是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了老头身上 老头是大男子主义者 一天到晚都忙着开车 一听到老班想出去旅行 当场就气得挂掉了电话 每个人都觉得老奶奶在耽误自己的时间 但却没有一个人问他为什么想去旅行 这让他非常难过 晚上 累了一天的老头刚回到家 就被一股胡味熏到不行 他赶紧冲上去把火关掉 而此时的老奶奶就坐在锅旁 老头责怪他怎么人坐在旁边 还把锅给烧糊了 没想到对方竟然双目无神的地回了一句 对手 起初老头还以为是老奶奶在开玩笑 谁知下一秒 他竟然念叨着要去哄女儿睡觉 可女儿在早年时就因为意外夭折 自那以后 老两口都不愿再提起女儿 看着今天老伴神圣叨叨的样子 一旁的老头这才察觉到了情况不对 他赶紧追上去 果然在老伴的包里发现了一份病例 原来老伴生病了 为了搞清楚情况 第二天一早 他便找到了医生询问 这才知道老伴患上的是一种骇人听闻的 血管性老年痴呆症 和一般的老年痴呆症不同 血管性老年痴呆症非常危险 患者不仅没有丝毫治愈的可能 而且随时都有可能会危及生命 得知这个情况 老头顿时陷入了沉思 虽然对于垂暮之年的他们来说 疾病和死亡在所难免 但老伴一下病得这么重 还是让他有些难以接受 他心情沉重地回到车里 这时家里突然打来电话 老奶奶走丢了 一家人顿时乱作一团 就在老头挂掉电话准备寻找时 电话又响了 原来老伴自己回来了 可他却什么都记不得了 身上还变得湿漉漉的 儿子担心他感冒 想要给他换件衣服 但此时 老头却怒气冲冲地说道 面对患有血管性老年痴呆症的老伴 老头却恶语相向 老伴气得直接和老头扭打了起来 甚至还挥舞起了家里的锄头 结果老伴还真打下去了 见他如此过激的举动 老头顿石器的火冒三丈 他命令儿子明天就把老伴送走 送到最远最便宜的养老院里去 迫于父亲平日里在家中的威严 这个傻儿子第二天竟然真的找了这么一家养老院 简陋的环境加上稀疏的人员 儿子对这很是满意 但此时父亲的态度却变得有些奇怪 把儿子喊过来谈话 儿子误以为老头嫌这里环境不够恶劣 表示立马去找更差劲的 结果被老头奖励了的大嘴巴子 还被大骂是猪脑子 儿子人都傻了 直到接下来 老头带他们去了一家高档的疗养院 这才知道原来父亲是刀子嘴豆腐心 看着这里惬意的环境 老伴表现得很是开心 一个劲的催促儿子赶紧回去 可真当他们走了 老奶奶脸上又变得满是忧愁 如果不是怕成为家里的负担 谁不想和自己的家人待在一起呢 之后的日子里 老奶奶变得愈发憔悴 饭病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而另一边 老头的生活也变得一团糟 儿子忙着找工作 儿媳也忙于工作 没有人再有空照顾自己 以至于他忙活了一天都吃不上一口热饭 本以为这样的日子会这么一直下去 直到这一天 老头的好友喊他出去喝酒 原来是好友的老伴去世了 看着好友伤心的样子 一旁的老头不禁开始担心起了自己的老伴 也不知道对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第二天一早 他赶到养老院 此时的老伴正在发病闹情绪 看着对方痛苦的样子 老头的内心里突然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心酸 他不忍心再让老伴待在这里 于是当天便把对方接回了家 他给老伴换上漂亮的碎花裙 要带他出去野餐 一家人好久都没有享受过这惬意的时光了 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现出了幸福的笑容 然而好景不长 这天老伴又犯病了 他误把孙女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于是便想着给女儿泡一杯牛奶 由于精神恍惚 滚烫的牛奶被他撒得到处都是 而这一幕正好被出来的儿媳看到 他赶紧上前抱走孙女 但此时老奶奶却误把儿媳当成了拐小孩的人犯 他一把扯住儿媳的头发 怎么都不肯松手 而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不是一两次了 一家人都被他折腾得够呛 忍无可忍的儿媳决定带着女儿回娘家 他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家庭了 儿子得知这个决定后很是难堪 一边是自己的父母 一边是自己的亲女 他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反倒是母亲为儿子做出了选择 他让儿子明天一早就去找他们 毕竟相比于父母 亲女才是能够真正陪他走完一生的人 母亲的话让儿子潸然泪下 他紧紧地抱住母亲 感谢对方的理解和宽容 儿子走后 老两口的生活开始趋于平淡 然而命运却并没有眷顾这个悲惨的家庭 这天老头在行车记录仪里发现 自己曾有过好几次半夜开车外出的记录 而这一切他一点印象都没有 原来他也患上了老年痴呆 为了不让在外的儿子担心 老头卖掉了家里的出租车 和老奶奶一起过起了久违的二人世界 虽然老头平时在家里脾气很臭 但回归到生活之后 从来不碰家屋的 他竟然也开始帮着晒起了衣服 两人在嬉戏打闹中 仿佛找回了新婚的感觉 然而这样的幸福并没有持续太久 这天老头发病了 他不仅在白天临湿了裤子 到了晚上更是跑出去报警 说自己的出租车被偷了 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卖车的事情 这不仅让老伴开始担心起来 趁着自己还清醒 他用铁链锁住了房门 并在门上留下纸条 提醒老头晚上不要出门 这个方法非常有效 随着两人的发病频率逐渐升高 他们能够在一起清醒的时间 也变得越来越少 贴纸条给对方留言 似乎成了一种完美的交流方式 每次清醒后 老两口都迫不及待地 看对方又给自己留了什么言 如果你和你的老伴都得了老年痴呆 你们会怎么保持交流呢 这对相伴45年的老夫老妻 选择了留纸条的方式 每次清醒后 都迫不及待想看对方给自己写了什么 记得要按时吃饭哦老头子 知道了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哦 你头发长了去理个发吧 我不想去你给我剪吧 你昨天好坏 非要带我开车去旅行 你昨天也不差 又在家里乱发脾气 千万不要放弃 我现在只有你了 我也不能没你 我们要一直到老 就这样 从互相关心到互相抱怨 再到互相鼓励 两个老人幼稚且温馨的话语 逐渐贴满了整个屋子 直到这一天 老奶奶在厕所里摔倒了 被叫声惊醒的老头 赶忙将他送去了医院 好在老奶奶并无大碍 两人难得同一时间清醒 老奶奶笑着问道 一听这话 老头感到惭愧 自从家里有了儿子之后 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 全部都转移到了 赚钱养家这件事上 现在回过头来一想 人生的确错过了太多太多 听到了想听的话 老奶奶找了个理由 把老头支走 接下来 他给儿子打去了电话 母亲 母亲 宝贝银 不得了 我不想听到 我 tror下手机 老奶奶奶 老奶奶奶 什么 打开 那么 我 奶奶奶并 老奶奶嘖 父亲 祝贝银 培 老奶奶 老奶奶奶 老奶奶奶 老奶奶 交代完一切后 老奶奶又在病床上写下了一封信 她明白自己的病情又重了 为了不继续给老头添加负担 她决定一个人先走 好在老奶奶过激行为被医院里的护士及时发现 她被抢救了过来 看着病床上的老伴 老头吓坏了 她坐在床边叙叙叨叨 责备对方不该如此狠心 想把自己一个人抛弃在世上 第二天 她赎回了自己的出租车 决定带着老伴去完成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梦想 旅行一路上 两人都非常兴奋 然而没过一回 老伴却开始出现了头疼的症状 见此情况 老头让她先睡一会 可等她睡熟之后 老头的内心却产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只见她解开了彼此的安全带 接着油门踩到底疯狂加速 当速度超过了120 她闭上了双眼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儿子一家也因为想念父母回到了家里 看着满屋子的纸条和两人房丢失的胸排 他们这才知道父母都得了老年痴呆 儿子拼命地寻找两人的踪迹 但最后却只找到了一张留下密码的存折 原来母亲那通气怪的电话是在跟她告别 想到这里 儿子不禁崩溃大哭 她焦急地给父亲打去电话 但此时的父亲根本听不到 因为车速太快 她很快便被交警盯上 刺耳的警笛声惊醒了老伴 这场自杀计划泡汤了 夜晚 老头把车开到了海边 那是他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他想点老伴一个惊喜 果然 4月凌晨醒来的老伴就被这眼前的景色震惊到了 他一个人走到海边 看着即将升起的太阳 不禁回想起了45年前 那一年 老头就是在这个地方向他求婚的 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其实一直都想过来再看一眼 如今终于如愿了 没过多久 醒来的老头也来到了老伴身边坐下 但此时老伴已经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